乱世三国时期 人才如潮水般涌现 在这些牛人当中 司马懿不是智谋最超群的 也不是军事指挥水平最高的 但是由于他的老谋深算 加上特别能活 成为三国最大的赢家 最终司马懿带领其家族成员 篡夺了曹魏政权 其孙子司马炎建立了西晋政权 并消灭了东吴和蜀汉 从而一统三国 司马懿出身于官宦之家 东汉时期的司马家族是名门望族 父亲司马房为经兆隐 相当于帝都的市长 司马懿共兄弟八人 因美人的子中都有达字 故十号八达 父亲对他们非常严格 即使儿子若管成人后 也要求不命约进不敢进 不命约做不敢做 不止有所问不敢言 众所周知 司马懿一直很有野心 曹操称他为狼固之相 一直没有给予重用 在司马家族的八位兄弟当中 有一人才华横溢 甚至不逊色于司马懿 但他性格温厚连让 以真白自立 更没有司马懿那般的不臣之心 更令人佩服的是 此人一心忠于曹魏 至死都已为臣自居 曾因为帝曹毛之死而自责 并且亲手为他收尸 而且此人非常长寿 比司马懿还能活 直到九十二岁的高龄才去世 他就是司马浮 司马浮自书达 司马懿的三弟从曹操掌权后 就担任文学院一职之后 司马浮立世为国五代皇帝 类千至太父 是三国曹魏及西晋时重臣 据史料记载 司马浮为人忠厚 博览群书是当时有名的大才子 更难得的是 司马浮非常单纯 对朋友情真意切 当时臣留人殷武 与司马浮关系很铁 曾获罪被流放 司马浮前去探望他 与他同住同时 被识人所称宋 曹植被封为臣司王后 以司马浮为文学院 两人一世一友 因曹植世才傲悟 很多人都曾尽心劝谏 唯有司马浮的劝说 才使得曹植有所收敛 后来司马浮又升为太子中树子 辅佐公子曹丕 曹丕继位后 司马浮转任中书郎 给世常事 宿省内除皇门侍郎 加其都位主张休养生息 反对连年用兵 曹丕去世后 其长子曹锐继承了皇位 司马浮被任命为杜之赏书 等同于现在的财政部长 掌管曹卫的财政大权 司马一通过高平陵之变篡夺大权后 司马浮禁绝长设县侯 家世中 后来司马浮升任司空 又代替王陵为太位 尽管身居要职 却是司马家族的重要成员 但司马浮却一直忠于曹魏 如果换作别人 司马昭早就容不下他了 但毕竟他是司马昭的亲叔叔 没人敢动他 公元260年 曹锐因不满司马昭专政 岁帅兵讨伐司马昭 兵败后被杀 朝中大臣因畏惧司马昭 都不敢替皇帝曹锐收尸 唯独司马浮 赶抱着魏帝的尸体 痛哭不已 并且伤心欲绝地说道 让陛下被杀是魏臣的罪过 之后在司马浮的坚持下 曹锐被以往里厚葬 西锦建立后 曾经的曹魏皇帝曹焕 被贬为臣流亡 前往金庸城 司马浮闻之 就立马跑去与之送别 握着曹焕的手 并泪流满面地说道 臣到死的那天 也是纯粹的大魏之臣 周围的大臣 无不被感动得不行 曹焕更是哭得一塌糊涂 没想到司马家族 居然还有这么忠心的人 公元272年 司马浮去世 终年92岁 比他哥哥司马懿 多活了20年 即使在整个三国当中 也算是非常长寿的奇人